我們今天為你們示範的是我們公司另外一支產品 黃金屬炸粉 金屬炸粉是所謂的炸地瓜的專用粉 那坊間的炸地瓜的專用粉 目前比較流行的有兩種 那基本上它都是所謂的果醬的一個炸法 今天所示範的是兩支炸粉 那前面第一支呢 是它的顏色比較偏金黃 炸起來顏色的色澤是比較亮的 第二支呢 它是沒有調色的 它是屬於原本炸粉它原本的一個顏色 可是我們也是有加一些蛋黃粉 或者其他的這一些材料在裡面 所以說它也是有點那個微黃的那種感覺 所以說等一下我們炸出來的時候 再來評估看看這兩支炸粉的最大的一個特色 所謂的黃金屬或者炸地瓜的火醬的炸粉呢 如果是說沒有調色的部分呢 它在比的就是所謂的含有率跟酥脆度 那我們公司所調的這兩支呢 它的含有率呢也是相當的低 那酥脆度也是相當的高 那一般的地瓜的炸法呢 隨著它切塊的一個大小 跟它的表面積有關 切得越大的話呢 它炸的時間就需要比較久 可是它切得太小的話 它的湯汁流失也比較快 所以基本上它的規格呢 還是都有在篩選過 國內的地瓜呢 基本上跟那個馬鈴薯 跟肯德基麥當勞的那種 薯條是不大一樣的 它不適合切得那麼細 我們國人吃的都是比較屬於 切塊狀條狀的部分 比較大一點點 然後另外有一點的差異點 就是說 有調色的部分呢 每一家廠商它的那個配法不大一樣 我今天所示範的呢 是一直有調色一直沒有調色 然後我們來比較它的加水量 我們今天所示範的一個是1比1的比例 今天這個粉呢 每個臉粉的粉都是500克 我們前面第一個比的是1比0.8 粉是500克 水我們加400CC 然後第二個呢 我們前面的是粉是500克 水是500CC 好讓它的是1比1 那果薑的炸粉呢 它隨著它的漿水量不同 跟它的炸物去沾果那種 粉薑起來那種感覺 是不大一樣的 因為畢竟它地瓜不是說像炸雞排一樣 很多人地瓜 他希望 也許是一些販賣者 那也許他希望它的那個地瓜吃起來 只是一層薄薄的脆皮的麵液在上面 或是說他喜歡吃這種感覺的話 它的那個炸粉 他就會稍微調稀一點點 可是他希望他吃起來脆的感覺 麵液包裹的那種部分比較多的時候 他可能會調的比較稠 我們都來做一個對比 那房間的地瓜呢 現在有一些黃金屬的一個販賣者 這些這些連鎖系統的話 好吃的地瓜 基本上 他們都是取相同的面積來做 我的規格要是一致的話 我去控制我油炸的溫度跟時間 每一個地瓜炸起來就很漂亮 可是畢竟有一些人 他對於他的食材 他不想去做浪費 像這些麵棒吧 一些很完整的部分的話 他還是一樣下去炸 所以說比較小的跟比較大的 不規則形狀的 那他裡面的一個甜度的感覺 跟他的含水力的感覺就不大一樣 所以說我們看到很多一些連鎖系統的話 他有專門跟廠商進那個切好的 都是標準規格的地瓜來做膨脹 OK 那我們現在先來把我們的地瓜先切好 最後再強調整lee 我們大概現在應該要 oyn打 你的風自然 可 mentally打掛 reduction 木嶺 棉虎已經調好了 我們來稍微比較一下 這個是1比1的 然後這個是1比0.8的 那水比較少的時候呢 可以看出它的稠度 也是會比較稠一點點 你看它的一個 它把空氣抓住的量還是比較高一點點 你看它的氣泡比較多一點嘛 那這個是比較蠻均勻的 那最後再看一下我們的低瓜 營業用的呢 可能就是屬於這種 我們切的 如果是說它的表面積越一致 長寬厚薄 越一致的話 其實烹炸的時間固定的話 每一致炸起來都很可口 那可是因為 我們現在示範的 有一些旁邊的部分呢 它比較小 所以說 它可能相同的時間 炸到手的話 它會變得比較乾一點點的 預計烹炸的時間呢 我們先設三分鐘 三分鐘油溫175度 那我們先從那個 沒有調色 帶有點奶香味 1比1的先炸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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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